希伯来书 第十三章 你们要继续像弟兄姊妹一样彼此相爱 不要忘记恩勤接待客女 曾经有人这样做 就在不知不觉中接待了天使 你们要纪念那些在监狱女的人 仿佛自己也在狱中 也要纪念那些遭受虐待的人 仿佛自己也身受痛苦 要尊重婚姻彼此忠于配偶 上帝必定审判淫乱和通奸的人 不要贪爱钱财 要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 因为上帝说 我不会失信于你也不会离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满有信心地说 有上主帮助我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你们要纪念那些曾带领你们 把上帝的道教导给你们的人 要誓想他们生命中的美好 效法他们的信心 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 你们不要被新奇古怪的观念吸引了 你们的力量是来自上帝的恩典 而不是来自跟食物相关的规条 这些规条并不能使遵从的人受益 我们有一座祭坛 坛上的祭物即使是圣幕里的祭司也无权吃 在旧的制度下 大祭施把动物的血作为负罪制 带进圣锁 而把动物的驱体在营外消掉 所以耶稣也在城门外受苦受死 以便藉着自己的血使他的子民成为圣结 那么就让我们一同到营外去 到他那里去 担当他所受的羞辱白 这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园 我们所盼望的是那尚未来临的 因此让我们借着耶稣 不断地向上帝献上赞美的祭 宣告我们忠于他的命 不要忘记行善 也不要忘了跟有需要的人分享 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 要信服你们属灵的领袖 照他们所说的去做 他们的工作就是守护你们的灵魂 并向上帝交仗 你们要让他们工作时带着喜乐 而不是忧愁 他们忧愁肯定对你们会有好处 请为我们祷告 因为我们良心清白 愿以正直地行事为人 也请你们特别为我祷告 使我能够早日回到你们那里 愿此平安的上帝 就是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 又借着他的血 使永弱正式生效的上帝 使你们具备所需的一切 好去遵行他的旨意 又愿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 在你们当中成就他喜悦的一切美时 愿所有荣耀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就是这封短信中所写的劝面 愿请你们留意 我想让你们知道 我们的弟兄提摩太 已经从欲中获释 如果他来得早 我就会带他一起来看你们 请代我问候你们各位领袖和信徒 从意大利来的信徒 也问候你们 愿上帝的恩惠 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会带他来的信徒 我会带他来的信徒 你会带他来的信徒